好 受到颱风影响 苏花公路管制 南回公路也封闭无法通行 蔬果运销成为最大的难题 那么尤其是叶菜类 最多只能冷藏三天 但是不少农友从礼拜一就开始 无法顺利的将采收下的作物运送出去 那么菜农们有苦难言 只希望有条稳定安全运销连外道路 赶在颱风来袭前 花莲吉安 龙须菜农在忙里忙着抢收 不过颱风期间 花莲连外交通全中断 采下来的龙须菜根本就运不出去 只要限制我先不休息 我们的菜军没办法出口 这顶段只有比个三天下左右 你如果四天五天的话 这个菜就会发黄 打开冷藏室 一筐一筐绿油油的龙须菜 都是颱风前农民抢收暂时冷藏 受到颱风影响 苏花 南葵两条公路以及一条南葵铁路 都已经预警性封闭 花莲吉安 龙须菜农 叫苦连天 因为不管采不采收都一定会有损失 政府这边可以有一点 就是让农民有一些补助 不管在资财方面 不管在运输的费用方面 花莲的农民说实在 因为交通的问题 对他们的生计真的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天灾还没到运输就出问题 连外交通说断就断 这次台风再次凸显 华联民众急需一条安全稳定的交通干线 记者徐立琴 华联报导 黎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